当然大家很关心说 那关于绿营的最近铺天盖地有一个攻击啊 或是猪队友又上线了 因为赖清德他真的也是内忧外患不断 内忧我们刚刚讲的是外患 是这个依赖论 在这个美国跟台湾持续发酵 那内忧呢 他也绝对不乏在扯后腿的人 而这些人跟去年是同一些人 就叫做网军 汉庭议员来请教一下 徐晓星他在他的直播上面吃个坚果 那因为旁边刚好就有这个品牌啊 然后呢有害吃了坚果的名称啊 结果居然这个坚果的厂商被出征 出征到最后他居然直接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们十多年来聘请的只有 Janet这个代言人而已 没有其他人 那我们就看到说 哇你现在连这个吃东西也可以来操作了 然后被灌爆 但其实真的有灌爆吗 大概也未必就是有这么一个一两个网军 跑去问说请问这个是你们的代言人吗 然后说如果代言人是徐晓星的话 那我以后可能会拒买 所以才有后头的这份声明出现 绿营的这些东西本来就非常无聊 你看我用东西来做形容 就是以前呢 Netflix也曾经说哎呀 因为台湾买不到快筛 当时绿营呢也是一阵的痛批 结果今年还不是很爽的去支持Netflix的人选之人 结果挺到最后呢 民进党的MeToo风波完全是业力引爆 所以绿营现在呢就带了一个风向 主要是什么 就是希望说所有的人呢都不要跟这些 反民进党的人沾边 就任何呢碰到无关政治的人呢通常就会怕 所以厂商会不会怕他肯定就会怕 所以至少大家做生意都是希望能够 避免一些麻烦事上门 所以绿的非常的清楚大家都很怕事 因为真正很少要愿意来力挺政治立场的商人 毕竟是少数 所以那些不表态的或者即便是青蓝的干嘛 只要开骂你就会说 开骂你就说久而久之呢 寒蝉效应就起来了 那么所有的商家可能呢都觉得 哎呀我们不要在公开场合骂民进党啊 或者我们不要去挺蓝的或者是白的人啊 那像前一阵子然后绿营呢去骂丁特 也是一样啊为什么 那一样他就是要让这个电竞圈的人 因为这些关注电竞圈的普通年轻人 一般来说都是政治人物 很少能够触及到的一些年轻朋友 那如果放任丁特 哇半年下去一直都在骂民进党 或一直可能都在挺柯文哲 民进党当然受不了 因为这些年轻人的票一被拉走之后 他们很难能够再挖的回来 所以当然就希望能够立刻封住他的嘴 这些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厂牌这些食品业者 或者是其他的各行各业 你们如果啊有在做广告的话 你们就要小心啊 就算以后发生这种状况怎么样 是你们放在电视 然后电视上请了来宾 诶 这以后可能也要注意 怎么样是不是以后 那个电视台请来宾的时候 反而要把商品给拿下去了 或者呢是对于这个商家来说 他可能就会希望节目 哎呀以后不要请谁谁谁 对吧以后不要请谁谁谁 那么对节目来说 那以后我就不请这个来宾 那如果都不请蓝的 是不是蓝的在媒体上发声的管道 也就越来越少 战力也都会退缩 这当然就是绿营希望能够起到的目的 不过当然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然万岁牌的这个坚果 本身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更加推荐什么呢 更加推荐我们的旺旺先辈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先辈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来两个先辈 那如果两个还解决不了 比如说这个蓝白内部有非常多的斗争 对吧有很多争执 两个解决不了 火箭就会 那就三个 那就四个 那就五个 好不好 多吃一点 旺旺先辈 让我们的整个气氛旺起来 让我们在野党下架民进党的战力 旺起来 那么大家自然就能够一团和气 我必须谴责洪安婷 她其实刚刚一直没有get到我的意思 我一直用眼神暗示那个 然后知道后来我靠很近 在看那一包的时候 她才想到是对了 不是是你太急了 我本来就要留在最后讲 我不相信 凤婷姐我们来问一下 徐晓鑫的回应 徐晓鑫说她从到尾都不是代言人 那哪来的什么厂商切割 因为随着这个厂商发文之后 然后大家就说 你看果然翻车了吧 你看被我们出称到 现在急换代言人 她从到尾都不是 她就是刚好在吃 那她也提到说 你看对于让业者受到波及 感到很抱歉 竟然成为了继丁特之后 又一个因为党不喜欢 所以必须要道歉的 何其可笑 我们也帮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请千万别忘记 每一次倒霉的只有业者跟平台 就像是刚刚 汉廷讲到的Netflix 因为她那时候我记得是快筛争议 他们用他们的剧改个图 马上被出称 出称到很火速就道歉 还有像是信公猪肉 黄江牛肉面 这一个一个都是斑斑血泪 都是过去被出称 然后急转向的厂商 厂商被出称 他们其实是敢怒不敢言 而且我觉得一般民众呢 他会在心里头很同情这一些厂商 但是呢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替这些厂商 出来发言的理由 可能最多就是多吃一些这个 黄江牛肉面 杏公猪肉 然后呢多多的看Netflix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一个丁特事件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丁特的道歉非常的有趣 丁特的道歉是说 我是友军啊 他在野鱼啦 对 我是友军啊 你们不要再来攻击我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保证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不再批评政府啊 你看看 他把那一个 就是整个社会的害怕的气氛 展现无遗 而民进党的这些侧意是很high的哦 你看到那个自由时报的报道是说 你看他急着道歉了 哇 就很开心 可是你想一想这里面的 道歉的内容是多么的可笑 因为他谈论的问题 难道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来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就李赖清德的这个 这个公卫的这个背景 然后再加上你当了这个 这个政治人物这么多的年 然后呢 同时又选举那么多次 然后呢 政治现金等等的 你说你的存款 只有两百多万这件事情 他觉得有点虚假 这个 因为他 赖清德的太太也在工作 而且他的小孩又在美国 对不对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 确实这个存款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怪怪的 当然不是说一定是假的 而是这里面呢 确实会让觉得好像跟我们所认知的正常情况很不一致 因为毕竟陈明文三百万的现金丢在高铁上面 他都可以忘记了 那你的两百五十万的存款 相信之下就觉得寒惨的不得了 那这并不等同于说赖清德他就犯罪啦 或者是有问题啦 不过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提出他的质疑 如果你真心相信我们是一个民主 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他有什么好被出征的 同样的 徐晓星吃一个万岁牌的坚果 有什么可被出征的 被出征本身就是代表你不民主不自由 因为我觉得丁特的道歉 值得我们好好里面去讨论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我跟保证只要是民进党执政 我就再也不会去批评政府 然后只要民进党执政 我们就会好好监督在野党 我觉得太有趣了 当然很多里面到底是访话酸话 我们就姑且不去论他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关注说 是彻翼或不是彻翼很简单 就是这些彻翼 他们对于监督这件事情 他们的印象就是 只有监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在野党 这就是他们的监督力量 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观察 谁是正确的监督力量 因为监督这件事情应该要监督的是 拿了纳税钱 然后不办事 然后或者是拿了纳税钱去挥霍 或者拿了纳税钱 然后去这个做很错误的一些处理 这个因为他拿的是纳税人的钱 我们来监督理所当然 但如果你的重心点都是放在监督在野党的话 那我要告诉各位 在土耳其呢 其实监督在野党的力量也非常的大 然后呢 在很多的国家 监督在野党的力量都非常的大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等级吧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毕专属了 毕专闻 毕专闻 按下 臣